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Artbook的頻道 我是Anthony 今天來到日本 去東京玩到處吃 當然昨上一集去完A&A的表演 介紹給大家看 今天也來試外拍照 我用這部M240 再加上最新Front Leader和Brighton Star 合作出的頂鏡 28mm 2.8光圈 很好用 用來拍風景或街拍都很方便 今天我們先逛街玩玩 我平時來當然會去抽業員 但除了抽業員之後 我通常都會來這裡 中夜 中夜那裡有很多很棒的玩具 和懷舊的東西 而且我的窄男都很喜歡看 而且附近也有一間很棒的相機店 可以有很多中古的產品 而且日圓至少也便宜 所以其實也很划算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們一起介紹一下這兩個地方 在JR中夜站旁邊有一個步行街 有啞遮頭就算下雨也不用怕 整條步行街兩邊都有很多不同的飲食店 有Cafe 有拉麵店 有壽司店 賣東西方面 有藥裝 有紀念品 手信 甚至乎三副鞋物都有 在這裡吃飽了 才可以去電會中心看 最好 不過 走到最盡 就會見到一個叫Nacano Broadway 這裏就是我們今天最想去的地方 進入到第一層 其實它是可以直穿過去的 有些當地人就會繼續這樣走過去 但是我們通常就會直達二、三樓 因為底層不是賣電換的產品 通常都是二、三樓才是 所以旁邊你可以上樓梯上二樓 或者直達一條扶手電梯直到三樓 上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見到 其實那個感覺就好像我們80年代 90年代 我們去東方188 或者去信和 仙達 那些感覺 那些店鋪 全部都不是很大間 小小的 但是裡面 都有很多我們很熟悉的動漫 或者漫畫的角色的產品 其實應有盡有 那 有格仔店 還有一些二手的產品 其實在裡面我都找到很多不同的珍藏品 因為市面上有些產品 在香港都未必找得到 所以 真的要很花時間 慢慢逐間逐間進去看 要留意 這些店鋪裡面有很多精品 不單是一些互電門 甚至古董的相機都會找到 有些店鋪收藏一些很懷舊的產品 他們裡面不單是很多日本製的菲林相機 亦都會看到有很多人 德國名廠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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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 你發覺自己意猶未盡的話 可以去旁邊 旁邊我們也會找一間 我們經常去的相機店 這間相機店 可以分兩邊 一邊 另一邊 還會分上下兩層 你可以看到進去的時候 它會有很多不同的二手的鏡頭 其實真的多到一支都排在這裏 你真的要 如果真的想看 就真的慢慢要很細心去看 而它亦都很整齊地分緩別類 按著不同牌子 不同的焦距 都排好了 讓你去看 新舊都有的 其實我通常去燈 當然是看一些Leica的東西 因為自己比較熟悉 當中都發掘了很多不同的寶貝 當日我都找到一支 很美麗的季節鏡頭 都看完之後 都賣了 而相機店的上下兩層之餘 它對面也是另外一個店 是專門買一些拍片的 當中裡面的東西非常專業 有些還可以試用 就好像這裏 有一些濾鏡 會告訴你 介紹它的線水功能 即時可以用來噴 試一下效果 其實都很特別 這幾天 在東京 天氣都很熱 又經常下大雨 基本上都沒什麼機會拍到一些照片 所以 唯有躲在房間裡 跟大家介紹這支鏡頭 究竟這支鏡頭是什麼 其實這支鏡頭 大家可能都未聽過這支鏡頭 但Fund Leader 反而你會知道 它是Fund Leader 以及光學生產商 叫做Bright Insta 是國內一個品牌 他們倆一起合作 出了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 在香港買這個版本 就是Fund Leader 和Bright Insta 這支鏡頭 設計 包括外包裝 包裝 以及設計 設計 設計 都在Fund Leader 團隊 有機會 跟他們一起合作去做 因為始終 Fund Leader 無論我們在設計 Leica的鏡頭 我們之前也做過很多年 Leica的產品 以及 之前我們在Fund Leader 也推出過一些 CAP Lens 八光圈的那些鏡頭 都有我們的經驗 所以兩間廠就走在一起 合作出這一支 這麼特別的鏡頭 在香港買到的 一定是聯合版的 就是Bright Insta 加上Fund Leader 一起出版本 因為他們現在 海外的銷售網絡 都是用Fund Leader 這個品牌 一起去做的 故事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如果在香港地區 如果想買的話 記得去我們 在Online Store 或者是HC TV Mode 都會找到的 現在我們是 優先預訂的 大概八月中 因為其實他們的貨物 都很不穩定 大家 也不是說很大的廠 大家都要一些時間 等我生產 講完它的背景 給大家知道之後 大家可以看看這支鏡 究竟是近鏡 給大家看看究竟是怎樣 好 那支鏡頭 就放在我們 Leica M 鏡 M 機上面 它是一支 M 鏡 不要以為像Fund Leader 沒有得對焦 不是超焦它 這次就不是玩超焦它 這次真的可以連動對焦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對焦環 其實很暢順的 有時候我們買鏡 這支鏡頭要注意一下 對焦是否順順 你看到我這個 從無限遠拍到過去 它也是很順滑 其實它做的軸力 做得非常好 因為有時候 鏡頭去到某一個位置 就會卡一卡 所以大家買鏡的時候 也要注意 另外 大家也要看到 這個圈就是對焦 剛才我講過 這裡 有一點難調 不過大家也可以看到 鏡頭裡面 就是光圈 光圈 我先轉過來 光圈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是2.8光圈到16光圈 它就不像M機一樣 一格格 它就全部都是順滑 你自己中間可以4 和5.6中間 你自己調也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 收光了就是16光圈 那16光圈 其實它有10片 有10片光圈的 在裡面 其實做得很順滑 就做得 畫面是順得不好 有時候看到 是否滑滑 其實是我的問題 因為其實它這裡 沒有什麼手的位置 讓你去頂 所以有時候頂得 就不太順滑 要拿著大概這個邊 大家看到這裡有少少卡位 拿著這裡去頂滑 就會順滑 這個 這裡是較光圈 最大就是2.8 我測 前面就是一個25.5mm的濾濾 但其實這隻濾濾 就比較難找 所以 其實不用也可以 給大家看看後面 其實後面它做得很漂亮 它整個都是黃銅 總重量大於125g 很聚首 就不是普通膠鏡 因為它整個都是黃銅 大家在後面看到了 它整個都是金屬 後面那塊是很大塊的 對 前面這裡全部都用了 Backplane 就是黑漆 接著那些字母 就不是純白的 大家看到是大一點黃的 看上去 它的復古感就很重了 那個感覺 而另外最特別的就是 這麼小的鏡頭 其實它也是一個鏡頭蓋 大家不要以為這個是膠 其實這個呢 這個呢 都是金屬 但是上去的時候 就要一些技巧 因為有時候剛剛上去就上不了 即要它的啞 如果你不是很平的 這樣放上去 很容易滑啞 這個就要小心了 對了 再說一次它的規格 它就是 最近對焦距離 就是0.7 就去到無限遠了 而它在這裡 它標榜它是薄 因為它的鏡身的厚度 大概是0.9mm 9mm 那就0.9cm 那就不足1cm 但是如果你計算後面 整個就大概 21cm 這個就會厚一點 但是 譬如說 好像我現在這樣 把它上去 鏡頭裡面 然後對一點點 看一下 找一點點 點就是在這裡 對 然後對 還要用這個 推桿 借一點點力 就可以上去 出來的效果 就不算變形得很厲害 但是也很好玩 很容易用 鏡片方面 就是6片5組 6片5組的鏡片 所以出來的效果也不錯 好 看完我的近鏡 大家都知道這支鏡頭 很薄的 現在安裝了相機的時候 約10mm 也不夠1cm 所以基本上 你用來街拍很方便 拍著它 如果有時候連對焦也不想對 就這樣想清 你就當它是CAP Lens 去玩 教它八光圈 然後收小光圈 當它超焦它 其實都很方便 用了幾天 其實出來的效果挺不錯 你用來近 也可以 因為它也有0.7mm 最近對焦距離 所以是方便的 不過唯一一天 在這裡我也想說出 它有幾件事 我會覺得 有點麻煩 就是它這個鏡頭蓋 雖然它真的很漂亮 這個鏡頭蓋 整個金屬 我覺得質感很棒 但是每次都要慢慢擰上去 其實 你知道 有時候 有時候 男士的手指比較粗 你要操控這麼精細的東西 還要慢慢擰 有時候吸不清 都怕它滑牙 入錯坑就麻煩 所以 關掉的時候 要很小心 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可以把它當成鏡頭蓋 放進去用 其實都很方便 但是如果你不關掉蓋子 另外一個問題 我自己發現 就是它 因為這支鏡頭 它前面是有少少弧弧 會突出鏡頭少少 很輕微少少 但是會很容易弄髒 撒花 但是不會撒花的 我相信就是 那些油 可能身 好像這幾天 在東京這麼熱 經常撒到 很容易 鏡頭就會有一層油 經常都要清潔 這一樣東西 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用的時候 我都會建議大家 如果不拍的時候 就把蓋子蓋上 就會方便一點 而另外 最後一個 我覺得 跟我平常使用M鏡的分別 使用的分別 就是 因為它現在沒有前 就是 鏡頭很短 很細緻 它的平衡 是會側了 它不會像平時 我們背上身的時候 它的機身會直 如果大家在鏡頭 都會看到 其實它會 如果你背上身的時候 它的機身會輕微向側 斜 雖然是很小事 可能大家都說 很少東西 這些不是什麼問題 但是當你背上身的時候 那部機身身不太貼 經常這樣 向外傾側了的時候 是會有少少 不太舒服 不過這個也是小問題 可以去 很容易去 處理它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只不過是 我個人的感覺 就是 會不平衡 因為 這支鏡頭太輕了 相比起傳統 譬如一支真正的352 至於成像的質素 其實 我只可以說 千萬不要跟一支 德國的拉卡比 不要這樣一對一個比 但是 如果以這個價錢 和換味來說 這支鏡頭是很好玩的 兩千多塊 有一支這麼高質素的 我覺得算是高質素 比我想像之中 出來的效果好 起碼 變形不嚴重 而且 出來的換味 非常好 我今天的旅程 整程只戴著這支鏡頭 有時候 甚至乎 掛在身上 不對焦 調焦焦 它會拍攝 出來的效果都不錯 當然 你不能跟拉卡比 拉卡始終是 神材級的鏡頭 但以這個價位 二千多元 雖然是國內製造的 但我相信 出來的效果 都給予大家驚喜 想了解更多 想嘗試 擁有這支鏡頭 你就要留意 因為現在 都是限量 即是很少量 去批 做出來 每個月 其實他們的廠房 生產能力都不高 所以 有限量接單 如果真的有興趣 就去我們的網頁 下訂單 我們有貨 就會立即通知大家 大家可能要優先預訂 接下來 八月中至八月尾 第一批 會回到香港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最後 如果有 需要 問題 記得留言 還有 在頻道下 點讚、分享、留言 繼續支持 這個頻道 介紹多些不同的攝影產品 給大家認識 今天 在 很熱 又下雨的東京 介紹就是這樣 我們回香港的時候 還有其他產品 介紹給大家 我們下集再說 拜拜